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配音教数学 那么我们在这集开始要来介绍这个直角三角形必须定理的一些特殊的编长 重要的是要介绍什么使用它们而不是就是把它背起来 因为很多时候学生他背这个三四五三四五 他可能随便看到一个直角三角形是四的 他就说这边就是三这边就是五那其实没有这一回事 又或者说他可能会背背背错 这个我们的直角三角形的特殊编长呢 除了我们上一集整理的整数的这个是三四五之外呢 还有另外两个也是很常看到的是一比根号三比二 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透过必识定理把它算出来了 还有一比一比根号二 那要如何避免使用错误 因为这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 这里是多少你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这个学生 哎呦我自己觉得画的挺直的 在镜头上面看起来好像不太直 来 好一比多少 那有越有的学生他会背这个一比二比根号三 那就算他背的是一比根号三比二也一样 如果他在这里就给我填了一个二的话呢 那其实就错了 那要如何避免错第一件事情 你看我们上一次列出的这个表 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一律都把它从小写到大 那从小写到大这件事情还不是他的核心中 他的核心是最大的最后最大的放最后面 就是要把这个最大的这个数字放在最后面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斜边 所以呢一样除了我们上次背的这些整数之外 我刚才说还有两个我就写在这里 一比一比根号二 还有一个是一比根号三比二 我们在背的时候就把最大的数字是根号二 这个最大的数字是二 把它放到最后面 其实这是从小排到大的 一大 这根号三比一大 二比根号三大 所以说呢 其实你真的要去写的时候 你应该要很清楚 就是说二应该在这里的 如果他真的是那一个一比根号二 一比根号三比二的话 那二应该在这里 可是结果他二不是在这里 所以其实这个指导三角形不是那一个一比根号三比二的指导三角形 你用必识定理去算 这个这边是一这边是根号三 这边其实不是二 这边其实是根号二 那如果有学生他写二结果错了是根号二 他可能会有一种错觉 啊我就是忘了写根号 其实不是啊 他的错是错在他乱背乱套 那我们要怎么避免乱套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说的 你在记的时候 本身就把它按照由小排到大 尤其是最重要就是最大的那一个 他是斜边要放在最后面 这样你在带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带错 你就不容易掉进陷阱里面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熟悉他 所以就是要常接触 那我们这一集就是要来常常 频繁的接触这一些这个指导三角形 以下面这几题为例 来看看 这个2这个4这个会是多少 多少呢你可以去算币是定理 这个2平方是4 4平方是16 所以这边是这个 根号的 根号的16减4是根号12 那是这个2根号3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告诉你 你会发现其他的三边长就是1比根号3比2 这边就是2根号3 1比根号3比2 你会发现这根号2这根号2这边会是多少 你用币式定理去算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根号4 它就是2 那或者说这两个不是一样吗 所以它是1比1 1比1 所以是1比1比根号2 这个是根号2乘根号2 所以它是这个2 这样可以吗 像这个也是 6根号3 8根号3 那我们来这个 费心的做一次必是定理 你把它平方完之后呢 这个是36乘3 这个是64乘3 那它合起来是100乘3 所以这边是10 根号的100乘3是10根号3 那你会发现它就是那个6 8 10 那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抓到这样子特殊的比例之后呢 就可以很频繁的去使用它 那用这几个 这个特殊的三角形我们来发现几件特别的事情 如果我有一个三角形 它的内角比是1比1比1 那因为内角合起来180 这是固定的 所以内角比是1比1比1的这个三角形 它就是等角的 也就是等 等边的 也就是正三角形 所以它的边长比是1比1比1 如果内角比是1比2比3的话 那这个它的边长比会是多少呢 内角比是1比2比3 合起来 我们先看这个 1比1比2 内角比1比1比2 合起来是180嘛 所以你设1R跟2R 合起来是R加R加2R 这个合起来是4R 4R是180 你会发现R是45 所以它的这个三个角的这个比呢 其实它的三个角其实是45 45和90 那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就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1比1比 这样不等腰吗 1比1比这个就更好2 对吧 所以如果内角的比是1比1比2的话 边长比就是1比1比 更好2 反过来 你如果知道它边长比1比1比1比更好2 那它内角比就是1比1比2 那如果内角比是1比2比3 同样的你也可以去解 这个射程R2R跟3R合起来是 6R 6R是180 R是30 所以这个其实是30 60 90的三角形 那 30 60 90的三角形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这里60度 这个是 就是30度 那30度的对边 这一个 它就是1 60度的对边 这个就是更好3 90度的这个的对边就是2 所以这个的三边长就是1比 更好3比2 我刚才做了一件事情呢 希望这个 如果你要教小朋友的话 你一定要教他 就是你如何去捕捉到 哪边该是30 哪边该是更好3 哪边该是1 哪边应该是2 用这个角的对边的方式去对 这个1最小的这个对的是最尖的角是30度 这个更好3是大一点的对的是60度的 这个2对的是90度的 我们到后面会学到相似型或全等 三角形的相似或全等 那怎么去对应这个三角形的对边和对角呢 其实也是用一样的概念 就是用角的对边去思考或者你可以用边的对角去思考 所以来再看一次 内角比1比2比3也就是30 60 90的三角形 它的边长比是1比更好3比2 这个1是30的对边最短的那一个更好3是比较长的那一股是60的对边 那2是斜边也就是90的对边 对的就是斜边 这样可以吗 先来看下面这里 这个 如果你会发现两角三角形有两个内角合等于第三个角 有两个内角合等于第三个角 那也就是说当你写成比的时候 这个是A比B比A加B 你会发现3刚好是1加2 这个也是2刚好是1加1 如果你发现它是这个A比B 在这里挂号A比B比A加B 这样好 这它三个角的比 两内角合等于第三角 那如果你发现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它一定是直角的 这个很简单 就是说你去射R 这个几R几R 这个是A加BR ARBR A加BR 那它们合起来是 就合起来 这三个角合起来刚好就会是两倍的A加BR 它是180 所以一倍的A加BR就是90 所以你只要会发现有两个角合起来等于第三个角的话 那它就是直角三角形 而且那个最大角就是直角 附大一体 我们这里讲的东西全都把它抄到你的笔记本上面 非常的有价值 那个我不会像补习班的老师说有多少人要出钱买这个笔记之类的 不过学问的价值这个学生自己慢慢的就会理解 所以呢请把它留在你的笔记本上 写过一次之后要看有东西回来看好 那复习的时候就是看看这些笔记 看看你懂不懂现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不懂的话想一想就翻影片出来看 如果你周围有人问的话就问他 这个两个内角合如果加起来会等于第三个角的话 那么这个它是直角三角形 而且最大的那一个第三个角就是直角 所以说如果今天我告诉你我有两个这个 我有一个三角形 它是它三个内角的合是这个2比9比11的话呢 那其实这个11就是它的直角 或者我假如说是2比7比9就是比较简单 2比7比9那这样子这个直角三角形这个就是直角 因为2加7就是9 那这个是90度 所以其实它的三个角其实是20和70和90 可以吗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直角三角形的边长笔如果是连续的整数 它是直角三角形 而且它的边长笔是连续的整数 其实没有比啦 就是它的三边长是连续的整数 它的三边长是连续的整数 你在超的时候可以不用这个比 它的三边长是连续的整数的话呢 那它一定就是345 这个很好设定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必师定理去解 但是我们还没有学二元一次 下次之后学了有机会再来带大家证明这件事 我这三边要是连续整数 又要符合必师定理 所以我可以把一个设成是这个x 一个是x加1 一个是x加2 那去解这一个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我们等到这个学期后面 就会学到就可以解出来它一定是345 那直角三角形三边长 如果它不是连续整数 而是连续偶数的话呢 那么它一定是这个680 可以吗 那如果今天它是这个三角形 如果它是直角三角形三边有成等差的话 那它一定是345这一组衍生出来的 你会什么叫等差 就是说它们都差1嘛 它加1它加1它加2它加2它加3 是1212加3是15 12加4是16 16加4是20 如果你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而且它的三边刚好都成等差 这个我们到下2上 2下 学等差数列的时候会学到这个词 如果它成等差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个直角三角形一定是345的 这个边长的比的不知道几倍 所以就写这个边长比 1等于345 3比4比5 这样子 好 那么在这里再多补充这件事情 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天它跟你讲我有一个锐角三角形 它的三边是连续偶数 一样不要这个笔 它的三边是连续偶数的话 那么它其实是怎样的一个三角形 那为什么说很特别呢 因为这个其实没有在教的 那 但是有机会你会看到 因为它透过一个分析的方式可以找到一个很特别的结果 我们刚才说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是6、8和10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可以大概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6跟8跟10的这个比例拉的越开 尤其这个10如果比它们比的越多 那是不是它到时候这个角度就会越开 那我们前面在这个分数的那一章 因数倍数那一章 我们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一个分数啊 比如说3分之4 它如果上下同加1的话 那这样子变成是5分之4 那这样子这个比例反而比4分之4还要来得小 对不对 还要更接近1 那如果是4分之3也是一样 上下同加1它变成是5分之4 那这样这个比例也比4分之3更接近1 也就是说你一个分数如果上下同加一个数字 那它会越来越接近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现在有一个直角的对不对 它是6、8、10 我如果都加了1 那它就不是直角三角形 是7、9、11 对不对 这样子你还看不太出来 如果我都加100了 它变106 108和110 那如果我都加1000呢 那它是不是就变成是 1006、1008和10010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很接近正三角形 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我们三边同时加同一个数字 加的越多 你就会把原本6、80的这个差距越冲越淡 这三个数字会越来越靠近 于是这个三角形会越来越像正三角形 对不对 那么 我们来看这边 所以如果今天 这个 如果你有抄笔记的话 把这个改一改 这个不是锐角 它是盾角三角形 所以如果今天它要你找一个盾角三角形 它的边长是连续偶数的话 那从我们刚才所说的 从6、80开始还是维持直角 如果你一直加 它就会越来越往正三角形靠近 它就会越来越变成一个锐角三角形 对不对 换句话说从6、80开始 它就已经是直角三角形 加越多就越是锐角 三边都会是锐角 那所以盾角三角形只有一种情形 会有这个连续偶数 也就是我要把它同时减2 因为你如果减1就变成那个基数 我把这三个边同时减2 它就会变成一个2 3、4 不好意思 4 6 8 那这样子这个三角形它是顿角 就是这三边的这个比例 差距比这个6、80还要来得更大 它会开成这个顿角的 可以吗 那你如果再减2呢 再减2的话变成 2、4、6 那其实这个就不是三角形了 因为2跟4 就是你用一条6的长度 这边用2这边用4 你会发现 它们根本扣不住 因为2加4刚好等于6 所以它会叠在上面 它根本没有办法变三角形 换句话说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题目 它在上面讲到 我有一个顿角三角形 它的边长是连续偶数 那么这个三角形一定是 4、6、8的三边 一定是 因为6、80是直角 那比6、80还要大的连续偶数 所组成的 都会越来越往这个锐角 越来越像正三角形 那所以要变成 顿角三角形 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它减2 那因为减4就不是三角形 所以它减2 4、6、8 这个才是唯一有连续偶数的顿角三角形 那这个不用背 但是就在这里跟大家讲过 顺便让我们更熟悉 这个6、80这个这条三角形 那么在这一集里面 我们这个不闲聊 而是带大家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前面整理过了这么多的 直角三角形的这个避世数 就是刚好可以凑出直角三角形的 三边长的整数 那其实呢 在毕达哥拉斯发现避世定理之前 人类这个两河流域的文明 埃及文明 巴比伦人 他们其实 还有中国人 其实都有发现 这个避世定理 就是他没有 还没有发现避世定理 但是他们都发现了 直角三角形 特殊三边长 是整数的时候 会是多少 那你说他们 不知道避世定理怎么发现的吗 那个 他们把绳子拉直 然后每隔一个单位就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 然后就 做了一条很长的绳子之后 开始去拉那个直角三角形 拉出来 看看会不会刚好就是一个结点 然后拉到一个结点 拉过去一个结点 又拉回来又是一个结点 那就代表说 这样子这个时候三边是整数 就是他们用绳子把它扣一圈 他把它扣一圈 他就一直拉一直拉 拉到这里 这里刚好是一个结 这里也刚好是一个结 这里也刚好是一个结 那中间就很多结嘛 那这个时候就是代表说 现在这里这一段是一个整数 这一段也是一个整数 这段也是一个整数 然后开始数 开始数看有几结 那你就知道就是避世定理的伟大 在避世定理之前人类的数学 因为你没有公式可以套 你只好就是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那目前有文献 在这个两河流域 有那个卸行文字的文献 可以知道他们当时其实已经找到了4000多 就是3000多4000多的这个 符合避世定理的这个倍数 而且是没有约分的 没有得约的这一种 那你就知道他们很认真 没有避世定理的情况下 硬找 那现在我们因为已经懂避世定理了 所以我们可以任意的就可以找得比他更远 如果我今天想要找一个1000多的 这个三边长1000多 而且是约不进的 你不能说345来 30004500那你不稀奇 如果我想要找一个1000多约不进的这个 避世定理的三边 直角三角形的三边要怎么找呢 在这里来看一下 因为 直角三角形的话 a平方加b平方是c平方 那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移向一下 你会得到这个 你会得到这个 a平方是c平方减b平方 那a平方是c平方减b平方 c平方减b平方 就可以用惩罚公式展开 他是c c加b乘c减b嘛 所以如果今天 这个b和c是连续整数的话 那么 c减b就是1 也就是这个时候a平方 就会直接等于c加b 好 那么呢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要来做什么呢 这就代表说 我们随意找一个数字a 但是如果你找偶数会约掉 我们要找约不掉的 所以我们找奇数 找偶数也是可以 但是我们要找约不掉的 我们随意找一个奇数a 把这个a平方 就会取得这个a平方 到时候这个a平方会是c加b 两个连续的整数和 所以我们到时候把a平方 拆成两个连续整数和 比如说 举例 5 我找到一个5 那把它平方变成25 25是几加几是25呢 我要找到两个数字 它是连续整数 加起来是25 那这个方式很简单 你拿25除2 是12与1嘛 那就是12跟13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是12和13 所以5 12 13 就会符合 它会是一个制造商情和三边场 可以吗 所以一样的 来我们在这里示范 7 7平方49 49除以2 24与1 所以49是24加25 所以72425 也会是这个 至少三小型的三边场 那9呢 9 9平方是81 81是40加41 对不对 81除以2 40加41 所以9 40 41 也是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一直找下去 比如说这个 11 11的话 11平方 121嘛 121是60和61 所以11 60 61 那这样子我今天心血来潮 我要想要找一个 这个 101 101的话呢 那一样你去把它平方 那就算了 对 只要你有耐心 你把它平方玩 101平方也不会很多 101这个 拿这么虐待自己 1000就好了 1001 1001呢 它的平方是1000加1的平方 所以是100万 加2000 加1 所以是1002 1001 那这个1002 1001除以2的话 它是这个 50100和50101 应该没有算错 所以1001和50100和50101 它们三个就可以拉出一个 直较三角形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不管你想要多大都可以 用这个方式 你找一个奇数把它平方 然后把它取2 就可以找到它的 成为直较三角形的三边场 所以你看 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 除了稍微有点有趣 也就是说 让我们更能够 捕捉到 345 5 1023 72425 9 4 14 1 那这样子就更不用花力气去背 另外一个情形 除此之外 我们刚刚找的是奇数 那如果只能找奇数那多无趣 所以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偶数 当然除了这个 奇数之外 我们可以来找找看用偶数来开头的 必是定理的数字 如果今天B跟C呢 它可以是两个连续的偶数 或连续的奇数都可以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这个C-B 它就是2 因为它就是差2 简单来说就是B和C如果差2 我们刚才B跟C是连续整数 也就是他们差1 我们现在让它差2 差2的话会怎么样呢 那一样这个A平方会等于C平方-B平方 那于是一样展开来是C加B乘C-B 这个时候请把做一个很特别的动作 C-B是2嘛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设定的 就是他们两个差2 把C加B变成是2乘上2分之C加B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把那个2 拿去跟2乘在一起 变成4 就是把C加B变成2乘以2分之C加B 然后前面两个2合并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C跟B我们不是让它差2嘛 差两个 两个数字它刚好差2的话 它中间就会空一格 那这个时候这一格 它就刚好是2分之C加B 我们后面学到等差数列的时候 就会提到这个叫做等差中向 那因为它差两个 所以它的中间那一个 那个数字刚好就是2分之头加尾 比如说这个6就是5加7除2 然后7就是6加8除2 这样子 他们刚好差两个数字的话 加起来除以2 就是中间中间那个数字 这样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A平方等于4乘上2分之C加B 然后我们把4翻过来 所以4分之A平方是2分之C加B 所以 那把这个地方平方起来 是2分之A的平方会是2分之C加B 看起来有点奇怪 不过我们用说明的说明一下就很 就不难懂 也就是说你先挑一个A 这个数字要挑偶数 那这个偶数它一半然后平方 这样子的话会是B跟C的中间向 也就是说你把一个数字找到 然后把它一半再平方 你平方出来的那个数字 就是它的前后两格就会跟你原本这个A 乘这个B是定理的数字 我们举一个例子 8 8把它一半是然后平方是16 对不对 8的一半的平方16 16的前后两格是5和17 所以就有一个8和15和17 8和15和17 它就是一个符合知道三号行三边的数字 比如说我们再找一个像是这个 挑12好了 12的平方是6 12的一半是6 6的平方是36 36的前后两格是35和37 那我们就写 这个12 35 37 这就会符合完全平方数 可以吗 所以其实这个偶数的也很好找 你挑一个偶数把它一半之后平方 那平方出来的数字的前后两格 跟你原本挑的这个偶数 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不是完全平方数 合起来就会是一个必识定理的整数组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从那个 放这边 稍候